大家好 现在经常有话有咨询 这个茶花到底在什么时候换盆最为合适 那么比较主流的一些说法的话 就是在早春的时候换盆 或者是在晚秋又或者是在冬季的时候换盆 那么夏季肯定是不能够换盆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早春 早春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植株它已经开完花了 花蟹之后 如果我们这时候换盆 茶花的话呢 它花后是没有这个休眠期的 这个时候其实它花蟹完之后 就会马上的长出这个叶芽出来 如果这时候换盆的话呢 就会不小心伤到它的心根 然后导致它的心根无法正常的生长 而且呢 它长出来的这个叶芽的话呢 会相对比较弱 那么这就是早春给茶花换盆的一个缺点 那么如果是在晚秋的时候换盆的话呢 晚秋这时候虽然天气已经凉爽了 但是呢 茶花这个时候呢 正是处于这个花蟹的一个生长期 如果在这个时候换盆的话呢 可能或多或少会伤到这个 茶花的根系 然后呢 导致这个茶花花苞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脱落的现象 那么东西能不能换呢 东西的话呢 温度相对比较低 植株的话呢 这个时候生长会比较缓慢 如果我们这时候换盆的话呢 会导致它难以浮盆 而且呢 操作不当呢 也有可能会伤根 导致花苞脱落 那么在三个时期换盆的话呢 都是有它的缺点 如果我们要给茶花换盆的话 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然后来取色了 比如你的茶花呢 花苞非常的多 然后呢 你不在意它是否会掉几个花苞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在晚秋的时候 或者是初冬的时候来给茶花进行换盆 而且换盆的时候最好就等到这个花苞呢 长得已经比较壮实了 还没有开始漏色开放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换盆就比较合适 但是如果你想要让茶花 开完花之后换盆 想要观赏完这个花朵 我们再来换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在早春 也就是花蟹之后给它换盆 但这个时候换盆的话呢 是因为它现在长新芽 所以呢 它正在长新根会影响到生根的生长 那么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给它换盆之后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上面的这些刚开始长出来的一些新芽呀 长得比较弱的新芽 先给它掐掉 然后我们等到它浮盆之后呢 来给你的茶花 触一下根 然后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那么触根最简单 最有效的办法呢 就是我一般给它用上这种快速生根粉 这种快速生根粉的话呢 它的凝元素比较高 有很好的触根效果 里面呢 又富含有这个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可以让这个新根能够称称冒 冒出非常多 非常旺的这个新根出来 将它有清水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趋势 每七到十天给这个茶花灌一次根 然后等到茶花 长出新根之后 然后后期呢 再会冒出第二波芽 那么第二波芽就会冒得非常多 非常壮 但是这个期间的话呢 我们除了要把它的根系养壮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给它用肥 来促进这个新芽的生长 这时候用肥 主要是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那么我一般的话 就可以给它用上这种畜生根型的有机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呢 蛋领甲比例是三十比十比二十 它这个氮含量比较高 而且呢 营养又非常的全面 再加上呢 里面富含有这个微生物 可以有效分解盆土里面的有机质 让这有机质啊 尽快分解 然后被植株所吸收 将它与清水呢 按照一比五百的比例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呢 给这个茶花进行灌根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灌根的方法 就要等到它的根系长得旺了之后 我们才来用 如果这个时候正在发根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将它稀释 大概两千倍左右 然后给它进行页面喷湿来 促进新雅日生长就可以了 所以呢 给茶花换盆呢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大家呢 还是要根据植株的一个生长状况 还有自己的一个取舍来判断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小姐见 我们下期见